怪狼高手中的五大教练分别是安息光毅、狼本五郎、北野教练、高投利、还有田刚贸易 本次排名脑猫只会讨论五位教练临场指挥以及战术布置的能力 至于他们场下的日常管理还有球员光辉等 我会另外做其视频分开讨论,仅代表个人意见 第五名,田刚贸易 他是五大教练中唯一还没有带领球队打进全国大赛的教练 除了重大比赛经验不足之外 田刚最大的问题是固化思维太严重 比如对待樱木和木木的问题上 训练赛的时候,田刚就被樱木各种意外举动,搞得摸不着头脑 身体也被樱木重创 而木木同样也有非常不错的三分表现 但田刚并没有汲取教训 哪怕后面还旁观过湘北和祥阳的比赛 田刚在最后对战湘北时 依然把樱木当作一个普通菜鸟对待 直到最后发现,樱木也是林南的不安因素 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而木木的那季三分,同样是因为田刚忽视了木木的三分能力 以及樱木不会纯球给流传这两点 林南的势力很大程度上的确是田刚造成的 至于他最值得称道的用仙道当空位这点 与其说是田刚高增远主 不如说是他不得一而为之 你能指望野草兄弟或者吃上房住帝王墓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选择仙道单防是属无奈之举 而当海南开始反扑后 田刚除了依靠仙道 并没有其他手段控制比赛局势 侧面说明了他临场指挥的能力堪忧 虽然田刚号称最佳解说员 分析别人比赛偷偷是道 但当自己球队陷入困境时 田刚的作用却微乎其微 第四名 北野教练 我并不是说北野的临场指挥一定不行 而是漫画中 刻画他这方面的画面实在太少 我们只能够知道北野奉行跑轰打法 但坚持了这么多年 风雨依旧无法突破八强 由此推测 北野的战术或许过于单一 缺乏变通 但他临场指挥的能力具体如何 我们并不能知其全貌 第三名 高特利 由于有着丰富的大赛经验 高特的眼界远比田刚强得多 对待樱幕 不会因为他是菜鸟而轻视 相反还会为其制定专门的战术 用工艺限制樱幕 可谓是高特的神来之笔 而最后面对安息的四定一战术 高特果断让工艺重新上场 以此来让湘北不敢随意漏房 这些都证明了 高特是为杀法果断的战术大师 较为可惜的是 在对战凌难的时候 面对先服组合的发挥 高特一直没有想出很好的策略 甚至暴跳如雷 折断了手里的折扇 最后依靠帝王木的能力 才赢下了比赛 第二名 唐本武郎 虽然全国冠军 首轮即遭淘汰 但唐本的表现依然可圈可点 上半场用一只舱消耗三井 达到了预期 而下半场的全场紧逼战术 一瞬间就将两队分叉拉开 并且要求队员不能放松 乘胜追击 还有后面发现櫻木是香北反攻的关键 派大和田一对一盯防等等 可以说面对场上任何情况 唐本都能够快速有效地制定相应策略 但他的缺点也很明显 那就是过于自信 因为自信绝不会输 所以敢大胆派小和田练兵 因为自信泽北能搞定一切 所以明知泽北状态出现波动 却迟迟不愿叫暂停 因为自信球队的实力 所以哪怕最后时刻球队领先 也要继续采用 往往落后方才会被迫使出的紧逼防守 加快比赛节奏 正如他对队员说的那番话 今天的失败或许会成为明天的财富 唐本缺的不是能力 而是失败的精力 第一名 安西光毅 有人质疑过湘北的胜利 主要归功于队里的天才球员 跟安西的关系并不大 尤其是打林南的时候 安西都没到场 但其实除开这场 湘北每场重要比赛 安西都有一针见血的战术布置 对阵襄阳 看似安西好像除了让队员们喊口号 给他们打打击血外 并没有什么特别安排 主要是因为要破襄阳的铁筒阵 就得像他说的那样 依靠阴木和三井 不需要安排其他战术 对战海南 安西的四定一战术 可以说震撼全场 当然他敢冒这个险 是因为早就观察到 海南其他队员 几乎没有中远头的能力 所以才敢放手一搏 对战风韵 安西即使用安田换下阴木 稳住节奏的同时 以赤木为进攻中心 扭转比赛局势 至于对战伤亡 这门场湘北能够取得领先 最大的功臣其实就是安西 他先是开赛前 依次找湘北乌乎谈话 提升整支球队的事情 然后又布置了 让弓神和樱木抢攻 以三井为出段进攻主力的战术 紧接着很快洞下了小荷田的弱点 进攻中心果断转移到樱木这里 彻底将小荷田打包 湘门抢面对山王的全场紧逼 安西想到破局的关键是弓城和樱木 所以他用最后两次暂停 让这两人找准了比赛中的定位 正是由于他们的活跃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才让湘北慢慢逆风翻盘 比赛最后时刻 山王被迫叫了暂停 这时安西没有再布置任何战术 他用简单几句话 褒奖队员的同时 让团队的零距离达到零点 剩下的只需要信任这群孩子就够了 什么时候布置相应的战术 什么时候相信自己的队员 安西教练完全了然于凶 他是唯一一个 从没让比赛失去自己掌控的教练 所以论临场能力 安西第一毋庸置疑 你有不同看法吗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